好 这个跟大家讲到这里 好 最后的内容就是关于我们的法规 法规这个内容呢 简单快速讲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强调一下占用城市道路的规律 这个在你们的历史上是按理题的高发区 你只要知道我们的占用城市道路找哪两个部门审批就可以了 很简单 占用道路要找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 那么由于你占用道路必然会影响交通 所以需要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来逼准 这个经常出按理题 你一定要会 一定要会 好吗 好 第二个 如果你不仅是占用 你还怎么样 挖掘了 那么大家注意 挖掘比占用更恶劣一些 所以它首先第一个 你必须找城市规划部门去办一个文件 就是把你的设计文件去交给这个城市规划部门 让他们审审到底符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如果符合了 他们会给你签发一个同意书允许你挖掘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再去找这两个部门 市政和公安交通部门再去审批 这个挖掘是多了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注意一下 这个经常出案例啊 好 那么另外一个经常出案例的地方就是 如果说我这次审批的是占用一个慢车道 这次人家已经给我审批的是允许我占一个慢车道 但是我施工到夜里凌晨一两点了 我能不能偷偷的再去占用一个快车道 行不行 不行啊 那么这就属于什么 这就属于我们扩大了面积 扩大面积怎么办 延长时间怎么办 移动位置怎么办 都是一个办法 要提前去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说白了 你再提前找人家那两个部门 去审批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去审批 不去旅行变更审批手续 那OK 一般会除以两半以下的罚款 如果说有这个造成损失的 你还可能要承担我们的赔偿责任 好 这个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五条 简单跟大家强调一个点 这点有可能逃选择 出案里提的几率也不大 什么呢 就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是 关于我们所有的道路 都已经完成了咱们的施工 就刚刚你说占用吗 挖掘吗 你都已经完成施工完了 然后施工完了以后 你也恢复现状了 恢复现状完之后 你能不能直接去开发的同样 不行 因为开发的同样都是谁说了算 是我们的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 所以很简单 谁审批谁验收 人家审批人 审批的工程 他来验收之后 才能够恢复交通 这一点是大概2019年做的一个变更 到目前为止到没有考 没有考过 好 另外一个 咱们都知道在所有的施工的位置 通常我们都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对吧 通常都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所以这个安全警示标志是一个 大家的一个基本的什么 一个基本的这个诚实啊 所以这个我不用给你强调啊 好 这内容我们就讲这么多了 好 那么其他内容我们就不说了啊 我们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咱们今天讲了什么 今天主要讲了水泥混土路面的施工 关于水泥混土路面施工 希望大家重点掌握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模板 它的选材 还有它的支撑的设置 那么第二个希望你掌握一下 我们的摊扑的要求 第三个希望掌握一下接缝的施工 第二个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旧路的改造 以及维修 那么这里需要掌握一下 我们的病因和措施的对应关系 最后一个呢 给大家讲了东语期的施工 重点讲了一下 东期和语期的保证措施 最后呢 讲了一下我们的 有关一些道路的一些法规的知识 好了 那我们整个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问题 你可以留一下问我 没有问题 我们就准备下课了啊 好 刚刚有同学说 老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跟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就按照教材原文去打吧 就打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说白了 就是交通部门不是纳入到公安一起来进行管理了吗 对吧 所以现在一般就回答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就行了 好吧 好 刚才前面有一个同学说了一个什么 说了一个 一个很长很长的问题啊 我来看一下 他说我想问一下机坑通用产生的原因 答 由于机坑开发减小了 承压水层上部不透水层的附土厚度 是使承压水顶裂 对啊 你这个回答是对的 回答是对的同学 我们这里说这个机坑通用的原因是什么 本来人家原地面下面 是吧 这里有一层什么 有一层 隔水层 然后下面 这里有一层什么 寒水层 对吧 然后这层又有一层什么 又一层这个隔离层 对吧 这层就是承压水层嘛 是吧 那本来说这个承压水层 它向上鼎立 是靠谁来平衡的 靠的就是 我们这个上副土的什么 自重 是吧 来平衡的 那么原来人家平衡的是没有 是很好的 对吧 上压下 他们俩是完全平衡的 所以这时候才不会出现任何的开裂和漏水 现在正是因为你人工环境 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要挖个机坑 你挖机坑之后 把上副土的自重怎么样 给它减小了 上副土怎么样 变薄了 变薄了 那么向下力肯定怎么样 小了 但是我向上的顶力 也就是我水头压力 承压水头压力 还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 我们的水头压力是大于这个 上副土的自重的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 底部先是隆起 然后再开裂 然后再水怎么样 喷涌而出 就形成了机坑土涌 机坑土涌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就基本上整个机坑一般都会被水淹埋 而且在后期就会坍塌 周围的一旦坍塌之后 周围如果有车啊 有路啊 或者是有房子啊 都会跟着去情妇 所以呢 这个我们说 注意一下啊 我这个回答清楚了没有 我回答清楚了没有 我回答清楚了没有 好了 刚刚有同学说 老师试验的事实第四成 我总听成实验 好 我就一下啊 其实说实话 试验和实验确实是不一样的 一般试验相对来说是验证性的实验 好 我后面再改哈 好了 大家要民族团结啊 民族团结啊 我们四海五湖碰到一起都是缘分 是不是啊 我们大家这个好好的和平相处 好吗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 好不好 咱们直播就到这里 好吗 啊 祝大家有一个好梦 好吗 晚安 啊 晚安 感谢大家能够准时守候在直播间哈 好 预防措施是吧 还有个同学还说这个预防措施 预防措施就是第一 降低地下水位 降低承压水压力的进入措施 你可以降低水位啊 降低水位的话 那就是需要打什么 打我们的这个降水井 打入到承压水层 然后抽承压水层的水嘛 对吧 承压水层的水减少了 是你把它梳干了 自然就没有顶力了 是吧 那么还有就是可以采用隔水为木 可以啊 隔水为木的话 你就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把你的坑内是出现无水的 是吧 你就是把底部也隔水 周围也隔水 那么你自然水就不容易怎么样 起到这个 呃 起到这个涌入的作用了 但是这里如果采用隔水为木的话 更加重要的 对于承压水更加重要的是谁 是底部的这个隔水为木啊 更加重要就是底部有一个水平的隔渗层 这是更重要的 说白就是 你底部怎么样 要重新给它做一层 但是做一层的话 这个费用就会很高了 所以好少有人这么去做啊 好少有人这么去做 还有其他措施吗 打减压井啊 打减压井 就是我们先提前在这个基坑 这个所在的位置 或者是在周边所在的位置 我们先给它打什么 打减压井 这个井呢 一直打入到承压水 这个时候打入到承压水层之后 这个水就自己会怎么样 往上流 可能到这个位置 它稳定了以后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把向上的 承压水头的顶力给它怎么样 消除掉了 把向上的承压水头的顶力给它消除掉了 所以最常用到的基坑通用的措施就是 提前去打减压井 提前去打减压井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承压水头压力给它减少 知道吗 那么刚刚有同学说 还可以做适时做底板 当然适时做底板是一个措施 就是说你基坑挖怎么样 要快 快挖 挖完之后你赶快把你的主体结构的底板给它做了 你压着它 相当于增加水压自重 这是一个不错的措施 这是个不错的措施 还有人说封堵 说完了封堵这个东西就属于出事了 出事了再去处理 对吧 那么是属于不是预防措施 属于处理措施了 还有人说地下水抽的少吗 会源源不断的流过来 没错 如果抽水的话 那就真的一般就采用到后面降水在讲吧 好吧 这个问题到后面降水其实都会讲的 都会讲的 我们会讲地下水控制的方法 那第二个控制的方法里面 其实降水已经是需要配合咱们的 节水和隔水措施来共同水用 只有这样才能够起到 才能起到什么 才能起到这个治理环境的问题 到后期我们再讲 大家不着急 好不好 好了 我们整个道路工程就结束了 讲这个过程 说实话 直播本来就比咱们的这个高清大平 要麻烦一些 怎么麻烦一些呢 就是相对来说 如果不回答学员的问题 可能学员心里会不舒服啊 因为直播的主要特色就是 让大家有问题共同探考嘛 对吧 那么所以会耽误一些时间啊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 专题一的时间花得更长了 到后期呢 我要么就会增加时间 因为我说了 为了让大家通过考试 我肯定是不计成本的啊 因为你们是复习一年嘛 通过这个考试 我呢是讲解就多讲几天嘛 所以这个问题肯定是 肯定是你们更重要一些啊 另外我的口碑也更重要一些啊 我还是比较注重一下口碑的 就是咱们大家有问题 讲我的不好也好 就是说我这里讲的不好也好 讲的不对也好 咱们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啊 因为我并不是漫能的 也不是全能的 是吧 你有问题 你可以在这里跟我讨论 跟其他同学讨论啊 我在这里 我也是来学知识的啊 所以这个没关系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整个直播下来的话 我们一路相随啊 肯定我们之间的友谊 情问也是越来越深的 是不是 好了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好不好 好吧 那就这样 好吧 好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 好了 有问题咱们在下期课 提前十分钟 我知道了 下次我提前十分钟来 好吗 有问题提前十分钟问 好不好 好 再见啊 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里 好吗